簡單意上康熙批奏折的用詞 正知道了霸氣的口吻 讓故宮創意紙膠帶瞬間爆紅 去年上市一度賣到斷貨 但事實上除了炒熱文創話題 推廣典藏文物的特色 讓珍惜的藝術更貼近民眾 也是故宮紀念品設計販售的重要使命 去年7月上市的正知道了紙膠帶 它是從我們豬批奏折裡面 特展裡面所衍生出來的 我們截取了康熙皇帝所批閱的正安跟知道了 這兩段文字把它截取出來變成正知道了 其實這些的一個文字內容 是我們文物所典藏的一部分 那經過這樣的一個發想 那讓民眾購買回去變成商品 也可以應用在日常生活當中 這是一個蠻有趣的文創商品的一個設計 從展示到販售 故宮利用創意發想 把各項過去只能遠觀的國寶及文物 變身成能在生活中實用展示收藏的趣味紀念品 它帶來的可觀收入更被外界視為故宮的金基母 像是這一款同趣風格的我是乾隆福印 底部鑽科乾隆預覽之寶等字樣 使用此印就好比自己是乾隆爺一般豪氣 而這組兼具實用美觀的泡茶趣 更是近期熱賣的超行文創 故宮文創商品的衍生設計來自蠻多的面向 包括我們的品牌授權廠商 我們的合作開發廠商 那當然我們也會希望說透過不同的管道 譬如我們之前舉辦國寶衍生商品設計競賽 像泡茶趣就是2012年國寶衍生商品競賽的一個金獎 今年一到七月的一個銷售數字來看 除了第二名的政治道的指交代 其他的九名上榜的一個銷售成績當中 大概都是跟翠玉白菜有關的 一如預期日前赴日展出引爆參觀人潮的翠玉白菜 仍是故宮的人氣一哥 相關造型的紀念品同樣五花八門 喜歡與眾不同的文青們沒關係 故宮的水墨字畫文創也很實用 從茶壺悲劇到矽膠茶墊應有盡有 也為館藏的故宮珍品創造更多衍生商機 中央設計的張志燕 紅黃軍 台北報導 正在 我的舉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